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来帮忙很多人 那我想这个是好意 也是很好的提议 但是基于我们原始点 当时候早期希望说推广原始点 这些人一定要经过基金会培训 然后确实基金会考核过 而且他开的一定是公益点 也就是不收费用 那开放的时间也有规定 比如说一个礼拜 起码要有五天 这样的情况下 那基金会才会允许 那我也看到 最近因为书写完了 我开始在台北基金会 跟志工一些交流观念跟修法 我发现以前 因为培训的比较松散 也就是似乎很多人学了原始点很久 但还得不到药理 比如在处理重病 有时候应该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患者心急了 看到患处 有一些 比如说硬结肿快肿瘤 就会不考虑他的病情 而去尝试患处找压痛点 类似这样 错误的观念 甚至在手法上 对于重病患者的解症 常常要以楼中 刚中带楼 那这个部分 很少有志工人做得出来 经过 在台北培训一两个月后 我发现以前志工所学的 要扩大服务患者 我认为目前因缘还不具足 理由很简单 就是你要帮助人 一定要先把观念厘清 那现在书才刚出来 过去我不管你学在哪里学 或是学手法怎么样 我认为不妨先静下心来 把课好好上完 那手法如果像在台湾 如果你觉得已经不错了 那将来有机会 再到基金会来考核 手法考核 如果也通过了 那要不要培训 这时候阴言比较成熟再来谈 那现在基金会 我也去过台中跟台北 看了之后 现在志工的手法 还不是学得很好 还有需要再进一步培训 所以之前我相信很多患者也会反应 轻重症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按对位置 有时候再加一点温敷就能节症 但一旦遇到重病患者 那个手法就要要求更严谨了 我刚刚讲的 就要慢慢按推 由浅入深 由轻而重 那这一部分可能都要重新培训 我最近也在处理一个重病患者 那个已经命危了 很严重 那我因为他躺着就会头晕 头稍微动就晕了 那体力又不好 你又不能太大力 在这种情况下 我每次去几乎处理他的头部 光头部按推 就要处理差不多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然后还不断的反复 温敷 这样患者经过差不多一个礼拜 才慢慢稳定 才能够坐起来不晕 到了差不多十天以后 站着就能够不晕 所以你看一个头晕的处理 每次按推都要花一到两个小时 包括热源 那按推 头部跟整骨 如果一般轻重症 我一般三分钟内 我应该就可以做完 但是遇到像命危的重病患者 你一大力一按 他就痛 痛就消耗热能 很可能就会危及生命 然后类似这样 一定要非常有耐心 但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训练 很多志工是还没有学到 所以如果已经学 你们觉得学得很好 可以拍你们的影片 我看看你们的手法 如果要进一步 还有感觉你们的手法 还有一定水平 那再约个时间到基金会来 再来考核 那这样对大家 在服务患者方面 应该会是最有帮助 要不然功夫都还没有学成 然后观念也不清楚 然后就想扩大层面来服务 我觉得有时候 你好像在帮助人 但事实上会不会帮到吗 都有可能 所以为了慎重起见 基金会是不会那么 就是轻易的授钱给任何人 去推广原始点 那如果你还是觉得 你有一定的实力 也有这样的因言可以来推广 那你就跟基金会来联系 那进一步就是 我说的一定要经过考核这一方面 然后还有开放时间 还有公益原则 这种种都要做到才可以 那类似这样的 就是希望基金会认可的 我希望都能够以这个原则 来跟基金会联系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见不见了 你 没为什么 那